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度论坛在北京举行 两天时间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 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贡献政治着见 在意大利民主与促进中心联合主席米凯拉·阿里卡莱看来 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的概念有很大不同 西方的自由思想并不接受众生平等的理念 斯里兰卡前驻联合国大使 兼常驻代表、联合国发展权政府兼小组前主席 塔玛拉·库纳纳·亚卡姆表示 中国将人民幸福看作是最大的人权 而贫困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 他指出,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 实际上是对人权起到最好保障 中国是一国发展的一国发展 中国是一国发展的一国发展 一国发展的一国发展 但是它能够避免那些发展 因为它能够到一种发展的一种发展 比较高的一国发展 比较高的一国发展 比较小的一国发展 法国自由思想杂志主编 让皮埃埃帕吉举例道 在法国有12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像德国布莱梅这样著名的城市 也有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我看来的状态人 社会的状态人 法国人的状态 我听到人们这里 说过参加典的参加典 但是在法国 甚至50%的人们 参加典的参加典 而这不是只会在法国 是同样的情况 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东西 所以 什么是不接受的 从我的观点 我认为 西方国 尤其是美国 都在教授 世界上的学习 什么应该是人的材败 这并不接受的 因为 最许多的西方国 不是很好的例子 让皮埃尔帕吉指出 我们需要对话 需要分享 并且必须利用这些 能够对话的机会 找到答案 从而加以改进 如果我看过 世界上的情况 我会说 有些国家 像中国 他们更增弱 在欧洲 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的情况下 是 这是一个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